人期话题来看到台北市立动物园大猫熊远元 在端午连假最后一天顺利生下第二胎猫熊女宝宝 也让尼亚升格当姐姐了 动物园表示远元历经了六次的造熊计划 终于在今年二月顺利怀胎 而远元在昨天早上先是破水 接着历经了五个小时的努力顺利缠女 尽管猫熊宝宝的背上不顺被远元咬伤 但经过缝合之后没有大碍 目前由保育员为她喝远元的出乳 预计最快在耶诞节前可以跟大家见面 刚出生的女猫熊宝宝哭声洪亮 而当妈的远元更是母爱大爆发 心脏宝宝似乎没有吃到妈妈的出乳 妈妈自己本身在 你看连续这么多天的努力 她其实累到都不行了 将宝贝女儿叼在嘴里 接着涌入怀中 但可能是照顾宝宝的经验不足 过程中不慎咬伤宝宝的背部 留下一到两公分的伤口 索性缝合后已经没有大碍 这只女猫熊宝宝体重186公克 比姐姐营养还要重 而妈妈远元生产完还十分疲惫 怀孕过程也相当不容易 她一直没有办法自己上阵 所以都要靠我们兽医团队要运用人工受精的方式来进行 可是即使人工受精 我们是不是能够掌握到远元排卵的关键时刻 其实是不一定的 其实大毛熊团团和远元是在2008年年底从中国来台 在2003年产下女儿银亚 生下银亚后 远元又历经六次的造雄计划 终于在今年2月造雄成功 6月时开始出现食欲下降等怀孕征兆 最后在28号早上破水 下午一点多喜迎第二胎 至于这胎要取什么名字 动物园可能计划开放让网友取名 预计最快将在圣诞节前后 让女猫熊宝宝跟大家相见欢 记者原此一段云台报道